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说你包括极乐世界在娑普世加起来在你的心中都有片油点叹虚 都像一片油飘在你的心中你的心是七大无外七小无外的 没有任何东西能逃出你的心之外 什么东西都是你的心生出来 但那是证悟以后成道以后的境界了 所以你这俩问题都对 怎么说也对 但是一个是说最高的第一地 一个是说方便法 你说第一地的时候不能辅定方便 很多人说心境就土就心中有的 你说极乐世界在西方这个是错的 这个就是辅定了方便说法 那这一刻佛说我们要修心灵双修 我们要修身体 但是同时也说四大如虚幻 四大皆空 那既然是空的修个什么 拿什么来修 你都是无我的 你都是空的 修个什么 是吧 但是如果 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是你在执着 你认为它是有的嘛 是吧 你在绝授里边 在因果里边打转 在轮回里边打转 那你认为是有的 你还是有修有正的嘛 所以从方便说法你是有修有正的 从第一地你是本来就是佛嘛 为什么修 为什么修 你本来就是要修个什么 你难道修想变成个凡夫吗 是吧 你本来就是 就是你看你从哪个角度讲 但没什么 重点是这一刻 你师父还在迷失之中 其他都不重要 极乐世界在哪什么都不重要 最爱的此时此刻此地 你师父在迷 你师父有能力从脑腿中解脱 生存哪里来死到哪里去 师父搞清楚了 如果全没搞清楚继续修 那你是有修有正的继续了 那极乐世界就在西方 就是那样的 至于说我们往生的时候 到了中医境界 我们真的是到了说这个极乐世界 真的是在我们西方有一个吗 西方到底在哪里 地球是约的 方位是人定出来的 到底西边是地球的哪边 你进了中医境界 你说往西方里 但是在你的意识层面有一个西 就是有时候我看过一个 就是往生的中医境界的一个人 他会在往生的时候 他会死死地记住西方 有一个极乐世界 那么他是怎么寻找西方呢 他说太阳落山的地方就是西 他就去想象太阳落山的地方 其实他那个太阳落山的地方 还是他头脑里边想出来的 你会觉得他说 他一想太阳落山的地方西方 那么他在中医境界 就呈现一个太阳往山下落的图像 但是如果你看 如果我在旁边看 按我的咱们地球人的方位来说 他那个地方是东边 但是他会把那个图像想到西边去 他觉得那就是西边 然后他那个图像也在 在我们地球上的东方 出现了一个太阳落山的境界 然后呢 他就蹦着那个山的那个太阳去了 就是一个太阳往山底下落 但是阿弥陀佛也会出现在那个山边 他持续着名号蹦去了 但是你会发现阿弥陀佛出现 完全是有像的 对他来说他是看见了 看见太阳 看见山 看见阿弥陀佛 就像我看见你一样 你说对他是真的假的 那一刻他是相信的 他是认为阿弥陀佛来建议他 我们一直在梦里边 梦里边到底真的假的 梦里边你要被一只小狗追 你要跑得可快了 到底真的假的 但梦里边你那么恐惧 梦里边那么无奈 或者是被人杀 或者也是充满恐惧的 真的假的 中医境界一样 真的假的 你在中医境界受无量苦 在无界地狱 真的假的 但是你是感觉到黑啊 跟恐惧的 你是感受到的 那真的假的 成佛以后就是梦怀泡业 不成佛以前 那就是无量无边的苦 就是苦 你就是有觉受 你就是感受到了 你全身心地在那苦里边轮回着 你解脱一切 一切都很真实 就是这样 有因就有果 你在承受果报 念阿弥陀佛名号 可能往生极乐 就是这样 往生到极乐世界 往生极乐是不是有些欲望 是的 是欲望 那个欲望不错 就比我们 我们去再有啊 或者控制一些东西 看车去卖也好 同样我们有很多欲望 这样我没听到 但是有些欲望是善的 好的 有些欲望可以带我们轮回 带我们遭受恶报 有些欲望可以带我们解脱 甚至成佛都是欲望 刚开始解脱也是欲望 你感受到苦 你想挣脱吗 是吧 你为什么挣脱 你为什么不能坦然承受果报 那肯定是你做了那个因 你才承受今天的果嘛 为什么不敢承受承担 你想努力挣脱也是欲嘛 我想快乐 我想幸福 我不想要苦难 都是欲嘛 这都是好的欲 那老师说他就笨着能走了 那三个说真的有个 阿弥陀佛出现了吗 是实的 所以他没有成佛 他就是有啊 我知道 那实现就是说 如果是在佛的看着 这种状态是什么 要照着他 佛看着啥也没有 他的归音 我先说两句 佛也是看着那样 佛也是看着你这样 也是对啊 是的 佛看到了你的因果 你看到了幻境 是幻境 佛看见的是因果 佛在时空里面只看因果 但他还是落在因果 是啊 你念了阿弥陀佛 你修了阿弥陀佛的法 你就老实用了 那不是果吗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人他在临死 咱们说话 他就是笨着那个走了 但是他还是落在因果 就是如果是佛 就是境界的没看到的话 他还是落在因果中 但是总比他在临死的时候 感觉到痛恨烦恼 或者是 他那个果太好了 那个果 他比阿弥陀佛接引了 你要知道 那个果就是他解脱的因啊 那个果太好了 所以你要去 你要渴求那个果 没关系的 你要去求那个果 因为你往生到 那个事件的时候 你解脱就有希望了 知道吧 你可能会遇到正法 你进去你就会 你就会见到真正的佛 你不会怀疑说 这个老师开悟没有啊 我跟他学能不能解脱啊 因为那儿你一睁眼 你不会有疑 因为那儿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关西弗 就是大师之弗 他完全是现在 你就是完全身心不语 然后呢 你的身体具有五种神通 然后呢 你在那儿你会闻听到 一切都在向你说法 你解脱有望了 你从道有望了 所以那个果是很殊胜的果 你知道吗 嗯 有些果是让我们解脱的 有些果是让我们堕落的 让你轮回的 嗯 他好像这都有啊 这个残忠的果是 然后他就 还在跑 一个镜子在跑 就想哭哭 接引他的啊 结果就一个打蚕食过来 啪 就告诉他说 那个根本就不适合 那个是魔 就是来 那么他就是说 去来报复他的 然后一直让他跑了屎 就是 就来那个他的 那这种现象的感情 对 经济有很多种 你自己可能无法识别 无法识别 就是说 你所以你需要 为什么你要 瓦身极乐世界 还要不断地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呢 嗯 你才能相应啊 就是 所以说 经济里可能出现佛 可能出现佛像 可能出现魔像 可能魔也会变成佛像 这个 你征服在你的智慧之内 如果你没有神通 你没有宿命通 你是看 没有 顺困的火眼睛睛 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那可能看相应咯 是不是 外边一样 哪边不一样 是不是 见地啊 很多东西是不同的 那那一刻 如果你念的是 阿弥陀佛名号的话 我相信 那个魔是无法靠近 你 你心里念的是 阿弥陀佛的名号 观世仪菩萨的名号 我相信 凭这名号的力量 你就可以避开 而且呢 尤其是你在修禅宗 或者是修其他宗派的时候 师父说了算了 至于你是魔是佛 师父说了算了 因为你有师父在旁边 不可见面 你说 说 朋友两个人在修 看到了同一种境界 可能这个师父 这个肯定那个福定 因为 着相的程度不同 因为他的目的是 最后 沉到明星戒信 他不是在往生 你知道 他不是在往生 而这个 我们说的是 这个人已经进入了中阴境界 他在往生 而且他是修往生 修净土的 那是立马 那你在禅定境界里边 你要修定 你知道吧 如果你今天是打坐 在禅定坐上 你要入禅定 那你出现的任何境界 都不能找 不管是佛 那就是佛来宰 佛来宰 是不是 你要入定 是不是 你甚至说 除非你有菩萨的神通境界 游戏三昧境界 已经是八定以上 菩萨可以游戏三昧 在神通里边渡人了 而且在神通里边渡人的过程中 还不 就是说 能够不散乱 能够辱辱不断 安住在定中 否则你不能游戏这些境界 你游戏你就会散乱 你每天就活在这些境界里 你不会正定的 所以你看你在做什么 你在修什么法 但最重要的是 如果 如果你有开悟的上师 或者老师在你旁边的话 他会告诉你 该杜绝你的境界 或者是 该说你是对的 该说你是错的 那却有老师说了说 因为他主要是看你那颗心性上的执着不执着 他破的是执着 还有爱 他破的是你对境界的执着 境界没有错 是你执着不执着 如果这个人很执着 即使他是佛 他也会告诉他你错的 那个杜绝师傅会这样讲的 把他清理掉 那个没有什么 因为你执着了 执着了 并不是说他是真的假的 师傅不看他是真的假的 只看你执着了相没 因为你本来就是佛 你不会说是通过修炼变成佛 是要释泄出你的佛性来 所以你找了佛像 你就会追求一个另外的佛像 你想变成那个东西 假如说你头脑中有个如来像 说释迦牟尼佛是魔 你想变成释迦牟尼佛 你是永远变不成的 你已经找了佛像了 你要想变成关西一菩萨 你是变不成的 知道吧 是你本来就是 你回到你的本性里来 你执着你想变 那是变不成 所以他让你去清理掉这些 你回到你自己 你跟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关西一菩萨 本性并不像 就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你看到的是他们的样子 你只是想变个样子 那个样子是虚幻的 外面的样子是幻境 本质是一样的 你要了解的是本质 本质你跟诸佛没有区别 所以怕你找那个外在的像 所以说才是佛来展 佛摩来展 你宰个什么都是幻境 是不是 其实宰怕啥呢 佛来了跟佛聊 魔来了跟魔聊 魔也是六道众生 一道啊 天魔道啊 那不普通六道众生吗 那里边包括魔道众生 你怕个什么恐惧成这样子 是吧 最重要的不是说人家佛来了惹你了 魔来了惹你了 是你执着了惹你了 自己着相了惹了 自己有问题 是吧 人家人家就算你不看 人家难道不在虚空吗 人家魔就在那住着呢 你不看不代表人家不在吗 是不是 你看不看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看见了又怎么样 他就惹你了吗 你没看见他又怎么样 是不是 但是你着相了 你觉得还好我看见魔了 我怎么我是不是走火 这才是问题 你觉得太阳将军事 也是自己新兴的一种创造 你要这样说 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新兴的创造 没有东西 包括你自己 包括你都是新兴的创造 是吧 那你修个啥 不用修了 这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 只要你停下 你的狂心动静 停下来 你就看到本质了 都是你新兴想出来的 但我们停不下来 所以才是以患自患 所以佛法是坏法 佛法里边没有什么 没有说到底真的假的 这种问题 佛法从来不是说 佛法只问你 执着不执着 不问你真的假的 管他真的假的 你执着就是真的 你执着了就开始 他就影响你了 就算他是假的 只要你执着了 他影响你了 假如你坐在家里 你的老公出去办事了 你坐在家怀疑他在外面泡妞 也许他真的没有 他在外面可能买东西 或者但是你怀疑了 你已经受影响了 你说也许你问我真的假的 我说是假的 他没在外面泡妞 但是你在家已经受影响了 你已经生气了 然后全身性的难受 假的你受影响了 真的他没去 是吧 到底真的假的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这个事情 到底真的假的 你受影响了就是真的 对你它就真的发生过 因为你已经受害了 也不是他相信了 他受影响了 受害了就是真的 我认为任何一件事 说真的假的 在于你的伤害有多大 你已经是伤身历历了 那件事肯定发生了 因为它在你生情里面发生了 在你的头脑里发生了 也许你老公根本不知道 你在想什么 人家啥也没干 是不是 在街上溜达了一圈回来 但你想了一大堆 然后在那已经生气 我是举个例子的 不是 我是说 来到很多女孩子 大家聊家庭问题 我老怀疑我老公 我说也许他真不是那样的 但是他受伤害 到底真的假的 我说是你受伤了 对你是真的 对他是假的 破了我这种执着 是啊 什么叫我执吗 什么叫我执 我执就是那一刻 你生起怀疑的时候 把它平复下 你不是说 坐在那干说 概念说 哎呀我执还在吗 你说这些没用 最重要的是 当贪重痴慢 生起那一刻 让他静下来 然后把那个医院拿掉 你为什么要怀疑 它是你生命的全部吗 就算是从心理学来讲 他是生命不准佛学 他是打结婚了 他难道成为你心灵的全部吗 你的心就那么点吗 他做一件事 影响到你的整个生命吗 爱做什么做 难道他不应该很自由地 做他想做那每件事吗 就是让心安逸一点 是安心是第一 学佛安心是第一个 要学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心有 看起来有很多的情绪 我们安不住你知道吗 尤其是自己关注的人 关注的事就安不住了 剩下的贴塌下来也不管 因为那些跟我无关 这件事可能就鸡毛蒜皮 一只羽毛 一根红毛的事 但是跟我有关系 好完了 他已经扰乱我了 是吧 那个地震那边贴塌了 他说那是别人的事 那跟我没关系 是不是 就是跟你自我有关系 你完全翘起来 就不行了 所以要修炼 什么叫修炼 修炼就是安不住 安不住才不断地修炼 佛好持住 调呼吸就是为了按住 安不住嘛 情绪呼的气就上来了 就是这样 否则我们就不需要修了 是吧 因为这些情绪导致就是 我们始终在波动里 看不到真相 就像大海 不断地在波涛汹涌 然后你看不到 这个海水里边是什么 看不到我们的本性 是佛 你识别不出来 见不到自信 先停下来 然后才能澄清 看清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